好,那剛剛的寫法,我們加一個A的Club 抱歉,那個雜訊好像多 好,OK,因為C-Sharp有REF,就是傳三照 其實傳三照對應到C其實就是用指標 用指標,然後呢,但是我既然均告它是C 我現在指定的時候,我就要C等A加D 也就是說,把它存在這個指標所指導的那一個記憶體的內容裡面 然後呢,這裡同樣的我們可以呼叫 但是我呼叫的時候,我要先去告一個C 先去告一個C 然後呢,我主角A等5-3-5-C 而且這裡要加位置 那1 好,那之後呢,我就印 C等多少 好,就這樣 那我們把它連立執行一次 你可以看到,ADD-3-5,這裡應該加2 ADD-2-3-5 好,那這兩個做法 一個是函數,函數一定是用去接的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函數呢,不要直接寫在這裡面 我要怎麼接 我接法就是 我得要這樣寫 按D,比如說D等,ADD-3 然後呢,我這邊印定,也可以 如果我不要那麼直接寫在裡面 這樣寫也可以 好,所以結果都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只有一個參數要寫回的時候 我可以採取函數的模式 如果我今天有兩個以上的參數要寫回 我非得要位置 非得要位置 兩個以上的參數要寫回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寫一個swap 同樣的,我們剛剛在cshop裡面有寫一個swap cshop這邊有寫一個swap 對,t等anv,p等anv,p等anv,t 我寫一個swap 在c裡面,我該怎麼寫呢 我得這樣寫 就不用吐了,直接叫swap 好,但是因為沒有REF,這個東西 沒有所謂的傳參照的成數 那我就要这样做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真的要把它换掉 我必须要宣告指标 我必须要宣告指标 然后宣告了之后呢 我就不能够直接用 就必须要这样做 t等于star a star a等于star b star b等于t ok 那这样子做完它是会换的 但是你呼叫的时候也要正确 如果你呼叫的时候错了 也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就呼叫 比如说ids等于3 y等于5 swap 注意 因为是这样 那这样子呼叫 当然这有点太过麻烦 因为私益里面呢 要做这么简单的事情 照理想我们不会用函数 我们会用 我用define 用define swap就好了 不需要用函数 但是 我们 故意用函数 quiet 你可以看到我 这里 如果fet 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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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換過來 那如果在還沒有 還沒有 呼叫之前 那它是X等於3Y等 OK,是不是有換過來 那事實上呢 你在C裡面如果要做Swap這種動作 你該用Define 會比較有效率 因為函數呼叫是一個Lock S間的事情 所以你用Define的Swap 也不用管形態 然後呢,就先到一個 T等A 然後A等B T等T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問題 那T應該是什麼形態 T應該是什麼形態 我乾脆再多給一個T好 反正你完全選到就好 OK,那靠過T來把AB T兩個 兩個整 就是換過來 這樣我就可以這樣呼叫 Swap 然後呢 S Y 然後呢 T 我選到D 在這邊選到D 好,這樣呢 我又把它轉回來了 這一次 這樣會怎麼樣 好,有沒有 35 變53 又再轉成35 OK 所以一個Swap 在C裡面 你可以用函數的寫法 但是呢 事實上 比較好的方式 反而是用Define的寫法 因為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這樣飛一點 這樣飛一點 OK 好 那 如果 呃 這方面 啊 就是指標上面 其實在C裡面是很重要很重要 整個C的價值 幾乎都 都從指標開始演出來了 好 那C是用來寫嵌入字器的東西 所以 喔 它的價值 只在 你 比較不會看到這種 不是應用程式的地方 那 一個好處是它很快 它的執行速度很快 那 這個程式呢 我一樣 傳上去 再傳一次 再傳一次修正 這裡 是 有 那 有 OK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上傳的黑了